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國營口試的準備方向 口試基本上就是推薦自己的歷程 而口試的目標則是展現出比試考不出來的服務熱忱和工作效能 國營好試幾乎是所有大學生的首選 但是能考上的往往是真正具有服務熱忱 把服務當作事業的人 因为国营事业以服务业的标准来看待人工 希望考进来的人都拥有企图心 努力改善公司的环境 尽力理解顾客的需求 不要抱着铁饭碗的心态得过且过 这样的服务热忱其实是演不出来的 所以在我开始分享以前 请先回到自己身上 回想一下自己在各行各业当中 或是甚至在学生时期的服务经验 哪一些时刻是让你觉得特别有意义的呢 是与人接触的时刻吗 还是默默的处理文书资料 成为前线强大后盾的时刻呢 每一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位置 找到那一个让你心花怒放的经验 再加上以下几个重点 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 首先我们要先来了解口试最重要的一个技巧 第一个是分享真诚的经验 遇到自己碰过的状况 可以诚实的说出自己服务的经验 就算是没有遇过的状况 也可以说如果是我 我会怎么怎么做 展现自己温暖而坚定的一面 只选择做对的事情 第二个重点是先肯定再建议 当电视者询问我们 你认为公司现在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你认为现在的体制可以如何改变 回答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肯定 公司目前规划完整的部分 像是设备维修速度快 手机程式设计贴心等等 接着再给予少许的建议 像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透过什么什么方式 来改善邮政人员过度疲劳的状况 第三个重点是处置方法的比重 要大于故事情节的比重 很多人为了争取思考的时间 会把故事的前沿拉得很长 像是奥凯的来历 被客人质疑的过程等等 但是面试者要听的是我们如何 去面对这些危机的状况 以及我们是否能够掌握危机处理的基本原则 所以故事背景可以占整个回答的四分之一 而处置方法和结果 可以占整个回答的四分之三 第四个重点是使用直数据 像是我很注重和客户沟通的品质 我很在意了解客户真正的需求 这些都是正向直数的语句 有些比较没有自信的人会想要再加上一些否定或是负相的语句 像是我不会跟顾客吵架 我不会跟别人抢业绩等等 后者的说法会听起来有点被动 平铺直竖开门见山的说法 会让人觉得这个人比较健康也比较积极 吃热忱驱动的这个人重视服务的态度 而不是这些负面的经验形塑我们服务的态度 第五个重点是化危机为转机 面试者很喜欢看我们平时和当下的危机处理反应 所以有时候问一些看似刁难的陷阱题 像是你这么注重效率 当你当上邮政人员以后送怪号信时 你会不会也只按240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面试者在表达自己的甘心和期许 希望我们在考上以前就具备对服务的热忱和挫折容忍力 所以一开始我们可以回答 谢谢行程的关心 在下班时间我自己也是顾客 难免会遇到一些收不到怪号信的情况 所以在类似的服务项目上 我也能同理顾客的心情 我期许自己以顾客的方便和需求为最优先的考量 为顾客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性 这是我热忱的所在 我也相信这就是服务的本质 接下来我要分享在口试中一定要避免的五个说法 第一个避免二分法 陷阱题像是你觉得受训阶段比较重要 还是正式上线以后的学习比较重要呢? 大家都知道选边站并不是面试者想要听的答案 但是不选边站好像又没有真正回答到问题 更好的说法是两者的重要性都要提到 但是可以顺着时间轴 用他们两个不同的特性来回答 像是受训阶段是日后推行业务的基础 所以我一定会全神贯注的学习 正式工作以后要面临许多突发状况 我也会保持学习的态度 鼓励向前辈请教 第二个要避免的是标准答案 通常没有工作经验的人 比较容易回答的空泛 甚至有时候听起来像是说教、讲道理 其实评审要听的是我们具体的做法 即便是没有经历过的事 你能不能设身处地 站在特定的职务要求上 满足客户以及公司的需求 像是柜台人员应该要拥有哪些特质呢? 很多人就会把特质全部列举出来 像是专业、耐心、礼貌、爱心、同理心、亲和力等等 然后就结束了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回答 评审到底要选谁呢? 我们需要拥有更具体的实际做法 像是无论有多么疲惫 我都会带着微笑 细心向客户解释 每一项方案的优缺点 主动提醒客户自己拥有哪些权益 除了站在客户的立场提供协助之外 也能为公司创造相机 客户都说我的笑容让他们觉得很安心 这样的论述就能让特质非常有画面 也能有温度和故事性 让评审深刻的记住我们 第三个要避免的是抱怨和责怪他人 题目像是你为什么要离开上一间公司 有人会诚实的说因为同事拍吉他 因为老板予取予求等等 这些表达在评审看来 只会觉得我们很难相处 或是没有挫折容忍力等等 更好的说法是从自己出发 像是因为生涯规划的关系 我想要禁修 尝试各种不同产业的工作 我想要找到更符合自己各层所在的工作 这样不但能显示出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更能显示出你逐梦踏实的历程 第四个要避免的是反潮流 题目像是你希望公司有什么样的改变 尽量不要真的说出你希望公司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改变 而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主动提及你的专长 以及未来也可以带给公司什么样的助力 像是心理系的应征者 可以办理员工讲座 协助提升员工的心理素质 保持对工作和生活的热忱 不要离潮流太远 像是提出全面不穿制服 logo全面改版等等 这些革命性的建议会减少公司对我们的信任 最后一个要避免的是画大笔 有一些职务属于多功能窗口的服务 我们可能需要熟悉七种不同的服务项目 同时准确度和速度也有所要求 为了得到评审的青睐 即便是没有待过金融业的应征者 也会想要夸大其词 吹捧自己的能力 然而评审们很有可能已经待在金融业高压的环境下一段时间 所以能够一眼试破我们的程度 甚至还会想要用情境题来挑战我们 到时候只会更容易自铺其短 所以如果没有待过这一类型的产业 可以就我们自己知道的回答就可以了 专业常常是隔行如隔山 多用一些实际的例子来描述自己的软实力 像是合作、沟通、领导力、时间管理、问题解决能力等 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最后我简单帮大家统整了 和口式答题内容一样重要的肢体语言 也就是非语言讯息 第一个是眼神接触 竟然看着评审的眼睛说话 如果太紧张起码要看着评审的眉心 第二个是音量平稳 不要过度咄咄逼人 也不要太害羞 用有自信且谦逊的态度来回答 第三个是语速平稳 平常讲话快的人一定要记得放慢速度 因为紧张的时候语速只会更快 平时讲话慢的人一定要减少容颜坠字 以免错失表达自己的大好机会 第四个重点是手脚平放 当脚掌平放在地上手掌平放在腿上时 全身的肌肉比较容易放松 也不会出现紧张时脚伸长 双手握拳的情况发生 最后一个重点是干净素雅的正式服装 不要穿着前卫或是拉帕的服装 国营事业需要配合度高一点的人才 如果有太反潮流的穿着 难免让评审有所疑虑 或是让评审觉得考生不够庄重 永远面带微笑 就算是被质疑的时候 也一定要带着微笑回答 如此便能展现你高度的挫折容忍力 以及高情商的服务态度 以上就是关于国营事业相关的口试技巧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你们的收看 祝大家都金榜提名